中兵地将遭到全面和彻底的失败 中兵地的国际照亮人类前行之路 不断崛起不断扩大的国际影响力 刚刚访问了南太八国 马上又风尘瀑布 中国同中亚五国之间加深密切合作 这正好体现了中国外交的进取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面对着严峻的国际局势 不能够是应付 我们必须对付 我们必须积极主动地出击 大家好 我是高志凯 欢迎收看高谈博论 我们今天谈一谈中国的外交新举措 大家知道前不久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刚刚访问了南太八国 同南太十几个国家进行了外交的磋商 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 马上又风尘瀑布 赶到了哈萨克斯坦 同中亚五国的外长进行了一加五的重要的会谈 取得了一系列的丰收的成果 这正好体现了中国外交的进取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面对着严峻的国际局势 不能够是应付 我们必须对付 我们必须积极主动地出击 中国和五个中亚共和国外交部长的会议 它有一个背景 就是大家注意到最近几年 美国老在折腾 举例来说 它先是推TPP 最后又退出TPP 然后呢 又搞所谓的叫AUKUS 就是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 搞核潜艇的事 然后又搞所谓的四方会谈 四方机制 也就是美国 澳大利亚 日本和印度 搞到一块 主要也是牵制我们中国 最近在拜登访问日本期间 还推出一个叫印太经济框架 有13个国家已经参加 我们可以单独再谈一谈这个IPEF 其实这个IPEF绝对是里里外外 彻头彻尾的 是针对我们中国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坐着 静坐没有反应啊 大家知道 我原来在外交部 做英语翻译陪同小平同志会见外宾的时候 他多次强调过 你们不能应付 遇到事 你要对付 也就是说 不能够消极应付一个问题 必须是积极的对付 所以最近 中国积极的推动 同南泰国家的合作关系 这次王毅国务委员 建国交部长又积极的推动 中国同中亚五国的合作关系 都是在这样大的背景之下发生的 都是积极主动的走出去 建招拆招 我们有自己的节奏 我们有自己的逻辑 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合作框架 我们不能够被美国这些反华低华抽华的国家 设一个套把我们给套进去 我们必须掌握主动权 所以中国同中亚五国之间加深密切合作 一个非常有必要 另外恰逢其时 大家知道今年2月24日乌克兰战事爆发以后 俄罗斯冲在最前面 他号召说要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 建立新的国际秩序 也就是说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 必须得到美国西方国家的重视和平等的对待 不能够冷落俄罗斯这样的国家 当然了 中国从1989年以来 中苏关系 现在是中俄关系 已经实现了正常化 过去确实俄罗斯对于中国推动一带一路 中国在中亚西亚同各国发展经济关系 和其他各方面的联系 有所顾虑 因为为什么呢 俄罗斯确实把中亚西亚这五个国家 作为他的后院 因为呢 俄罗斯和前苏联在这个地区 做了大量的投入 有千丝万里的联系 但是我觉得 自从乌克兰战事爆发以来 俄罗斯现在面临着 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巨大的压力 而且俄罗斯战事一时半会儿 也不一定结束得了 所以我觉得俄罗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压力的前提下 他应该知道中国不是俄罗斯的威胁 而中国同中亚西亚这五个共和国发展密切的经贸 人文环境保护等各方面的合作 实际上对俄罗斯是有利的 也就是说中俄之间 背靠背 肩并肩 不仅仅是通过我们共同的四千三百公里长的边界线 也是通过中国和俄罗斯 在中亚五国这么一个广阔的地区 相互合作 相互推动共同利益 而不是进行竞争 不是进行对抗 使得中亚五国能够在北边的俄罗斯和东边的中国之间 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和平 稳定 发展和多样化 进步的地区 这一点能够进一步夯实中俄之间 肩并肩 背靠背的长期的合作关系 当然了 在王一国务员间外交部长去中亚访问之前 他刚刚访问了南台八国 那么现在国际上 金户说中国现在已经把精力转到南台了 有些说这么广阔的地区够中国忙了了吧 幸亏里边没有什么大国 都是弹丸之地 人口都很小等等 我跟他们说 其实真的不是这么回事 因为早在1985年 我们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 就对南台五国进行了访问 我当时很荣幸是代表团的翻译之一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中国不仅是现在在推动同南台岛国的关系 我们实际上已经做了几十年了 几十年卢一日 所以我说澳大利亚 美国 西方国家 你惊慌失色 干嘛呢 有这个必要吗 你看一看中国几十年卢一日 而且现在南台岛国面临着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气候变化 海水上涨 很多小的岛国它招架不住 它现在必须要想办法 当然了 澳大利亚现在非常恐慌 说我们老去南海跟中国对抗 没想到中国已经挺进到索罗门群岛了 就在澳大利亚北侧 距离也不远等等 中国到底是安了什么心 它是不是要在那建立军事基地 它所谓的安保协议 我们也不知道中国和索罗门群岛到底想干什么 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如果中国在索罗门群岛设一个军事基地 那对澳大利亚来说是巨大的威胁 现在美国还惊慌 澳大利亚也惊慌 说有了索罗门群岛这样的安保协议 中国会不会在东帝文也搞一个 会不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也搞一个 会不会在南台某一个岛国也搞一个 当然了 中国同南台岛国也好 同中亚国家也好 推动关系 它一定要有经济实力 我举个例子来说 美国不久前不是把八个东盟国家 招到华盛顿搞了一个峰会 最后才提供了一亿五千万美元 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如果我向我的母校捐一亿五千万美元 那对我对母校都是个大事 美国这么大的国家 对东盟就提供了一亿五千万美元 而且这一亿五千万美元 你仔细掰扯掰扯 一大半还是美国自己用的 根本不是提供给这样的国家用的 所以美国在南太国家 如果他真的能够拿出一大堆的真金白银 帮助南太国家搞基础建设 抗击气候变化的影响等等 或者如果阿拉利亚愿意这么做 我觉得多多益善 因为最后是南太岛国人民受益 另外一个 在中亚西亚一模一样 因为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中亚这五个国家 都是内陆国家 它离海岸线都很远 所以过去呢 它都是一个交通比赛 不能够很高效率的实现互联互通的地方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有名的基建狂魔 我们在高铁公路机场 各种设施方面 我们能力最强 而且成本最低 速度最高 所以中国同中亚五国 在互联互通方面 绝对是能够做出 惊天动地的变化 而这实际上也能够加强中国 通过中亚五国跟俄罗斯的联系 也就是中国以后跟俄罗斯的联系 一个是直接中俄之间的联系 或者是通过中盟之间的联系 也可以加强通过中亚五国跟俄罗斯的联系 所以我们应该为中国外交最近的一系列的举措 拍手称快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确实是在积极主动出击 而且呢 根据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 来做大手笔 做大动作 而且呢 又有理子 又有面子 为什么呢 因为最终我们的外交成败与否 是要跟我们交往的这些国家 来有一个说法 他如果觉得跟我们中国交往更有意义 更能够改善这些国家老百姓的利益 那我们的外交才算是真正的成功 我希望我们在南太岛国也好 在中亚五国也好 都能够凯旋而归 五年以后 十年以后 硕果累累 中国同南太岛国人民 以及中亚五国人民 都是变得更加亲密的兄弟姐妹 今天就聊到这 请大家继续关注 收看 点评 转发 高谈博论的节目 我们下次再聊